这4M这边打得更快一点 没有给17什么机会 这波还挺果断的 起码把两兄弟的命是保下来了 在这个阶段起码是保下来了 这时候因为是听到了动静的关系 所以掐了一个低拋 非常准 直接命中到明明的头上 运开P是绝对想不到自己的石头附近有一个人的 是的 直接补掉 优先补掉明明的人头 楠楠也被炸到残血 血量非常的低 另外是永远出枪 终结了楠楠 是的 这个信息给到17之后 实际是可以选择稍微回撤一下的 而另一边高点EMT来到P2的山头的位置 这个底坡 因为5圈已经刷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5圈已经刷了 所以说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压的一个环境 没错 队伍太多 大家都可能会以这个P2为起推点 那GHD在不断的话 已经在推进的路上了 这就要张大哲打得很主动 DK车队过来的时候 他一个人在呼唤开枪 是的 这个侧翼麻木也在给压力 但是这个固点 DK车队连放倒两人 其实GHD是在底坡留了一个 Pyro应该是没点出来石头后面的DK车队 一颗雷 马哥也倒了 那张一来的话只剩侧翼架枪的麻木 这个地方被DK车队一个侧身给限制的非常死 是的 GHD MT没给他造成太大的压力 是的 因为都在底坡 几颗手雷就解决掉了 而那边天鹿 这边也是这个很容易吃头之物 Styla有点装吧 一打三吗 一个人干了 一打三 对面是有掩体的 你是认真的吗 但是对于Styla来说 这个点不打他也没机会了 反正就一个人搏一搏 单车比摩托 他其实在那趴着 然后反F接近连打逮捕也有机会 他更愿意打得主动 是的 毕竟在PTR这个费赛能打那么久了 不像是传统的韩国队伍 是 不是普通韩国选手的性质 那一边KRG两个人选择2-3 Grovis 側翼放倒一个还剩2-tab 拉上来就直接瞄了 还能救 那么本场GHD在整个P2的防守当中 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Under倒的位置怎么这么尴尬呀 凭借着圆点3A的枪械呢 给自己留了一点操作空间 DK选择往上去拉呢 那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一旦两方打起来的话 天鹿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封屁股后面的测试 但是Loki打了SASA 他是踩了半波 又他是两面开花都想打 但是头领上GHD不给你任何的机会 嗯 瞬间倒了两个 DK 看怎么选择吧 救人应该是很难救了 毕竟GHD刚才获得了EMP的物资之后 还有KRG的物资 现在雷特别的多 是的 救人是完全救不了 在小童旁边搞了个Under的人头 还不错 还不错 这样的话只剩Loki DK的大心脏 踩起来直接秒杀一个 二倍镜的M762 在原地一趴让对方丢失视野 而且补人的效率很高 是的 就一个弹架连打逮捕 3A知道这边打得差不多了 自己的炮落方也不在前缺险 是个难切 选择推山 3A放出来之后 他天鹿的压力也解放了 是的 天鹿开始收拾残局 但是右边的拉下反应上慢了一点 小童能够提到一个 周小童 最后一的一败的先补人 把分数拿下 再扔一个火 背后3A的强线被探植到了 但是为时已晚 是的 但是这把其实对于天鹿来说 基本上应该是打得还不错了 以三个人小队来讲 是圆满完成的任务 是的 分数 场均分数是拿到了 头顶上还在扶人 3A这一波是要把 结局剩下的两人残边给全部清理掉 但是原点又是天霸的强线 这个位置就像之前 DK上山是一样的 都要挨抽 FWM的载局数量还可以 倒点之后先 FWM其实对附近几个队伍的位置还是比较清楚的 现在信息非常的干净 南部两支战队在山洞上打架 FAP的一个AOT的破点 先打掉一个 再扔火 DK先开车往下去拿下 但是这个位置 你开车有个真空器 没有办法开枪 这俩也是一个赛区的队伍 是的 打到了一块 DK一吃血 是颗闪 是的 全白 这是全白 没有中断 DK打药的动作 反正 再来 白了之后 不进攻 再来 给队友拉过去的时间 这不要吃火了 没了 最后是利用投注慢慢熬死了 天 觉得这不是个机会 是的 但是这是两人小的 AZ和林树 双指挥 拉出去 过点AK直接秒掉一个 没有问题 林树是拿了个DBS 什么意思 是的 吓人 DBS在近距离作战当中 真的是一把大杀器 没打过 但是还好 还好 还是林树的AK 林树会考虑换枪吗 但是AZ被补了一枪以后 保不住了 一挡一挡 有机会摁 非常的极限 我还是最继续架枪 把FM现在他们要做事 FM也要救人 是的 有机会吃鸡 拉回去稳定点 以防徐做指点 崔枪一个人拉上来 崔枪胆子也太大了吧 这一颗雷要出射 但原点是有人架的 其实AZ那个位置 是可以架到的 崔枪这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三杆枪架住 FM的前点 再来一颗雷要炸完啦 崔枪 谁还敢说 我崔枪是崔管家 我有选择更换这把DBS的 他就是想好要打这个推散 打正面 短手刺客 是的 DBS 刀锋之影 看一下 已经看到小偷皮了 打开头 这个DBS配合上 AZ的枪械左右让 实际数根本没有办法操作 主要听到喷子的那个声音 有可能 潜意识里是想先行解决那个位置的人 是的 然后AZ在 这个零数配合还可以 不像是第一次打比赛 两个人像是共用一个脑子 是的 再来 AZ贴上来 还有人在旁边吗 但是对方有掩体 零数没有补枪的 这个位置是正常来说 是他们这个配者拿这个枪线 应该就是 DBS DBS去拉枪线 而且是零数里面先出枪会好一点 对 零数B是没狙的 AZ就直接拉出来补掉 那这样的话对方是反客为主 还可以救人 圈 八圈是往实习这个半山腰上靠了一点 对方有投资 那么我们看到北边 侧翼推敲 再一个人找机会 小北很危险 小北根本没有任何的小推 小推打小北 小北锁住没有 在前期可能稍微有点空间 但是后续的拉枪是拉回来了 正面小汤也打开头部口 但这个两个人的位置很尴尬 零数掐了一颗雷 零数掐了一个雷有效果吗 雷出手了雷出手了 这个瘦的血量还没有打上来 三打一了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包围角度 恭喜天霸是 二个他的成功持绩 也是本次决赛的第一场机 艾伦哥就拿分了对吧 航线给的还可以 在初始端能直接跳 说明我们一开始对于 天霸的剖析没有那么方便 确实 感谢观看